大家好,我是蒋宏伟 鼓励民众下载台湾社交距离APP 让自主防疫更便利 如果您曾近距离接触确诊者 APP会发出警告通知 提醒您留意身体状况 如果您是确诊者 也不用担心 接触资料上传 不会泄露您的个资 民众使用APP无需登录资料 只要持续开启蓝牙 接触通知与通知权限 并确认APP首页时间持续更新 就能记录接触状况 民众也能自行检视 得知是否曾与确诊者接触 使用台湾社交距离APP 可以保护自己及他人 自我防疫从你我做起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飲料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收看飲料华尔街 今天你看这个场景 你也知道 我现在是准备 我现在是正在居家办公 那上个礼拜呢 其实我在录节目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 原本是半开玩笑的 想说可能我 我接下来会面对到 这个在居家 要做办公的动作 那果不其然就是说 我那天录完之后 后来才知道 这个公司里面呢 有人员确诊 那确诊的情况之下 因为那游夏老师还是会愿意到 这个公司去做录影 但是因为我考虑到家里有小朋友的关系 那我就选择在居家办公 包括看盘 带会员等等 那只能说 这个未来 这个区隔 应该 我个人认为 全台湾应该 大部分的人 可能有三分之一以上 都会遇得到 那 遇到了 没有办法 那 我只能跟大家讲说 我在家里工作 也不会影响到 各位的权益 我也一样会尽力的 帮助各位呢 去找到好的机会 然后呢 帮大家来做赚钱的一个动作 那其实昨天 礼拜一 我试图呢 在家里录影 录影 也录完了 录完之后呢 就是说 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 这个传输的问题 没有办法 及时的传给公司 那因为公司 工程人员 他有弄一个软体给我 那那个传的过程里面 也都断断续续的 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昨天我传出了一个内容 你会发现就是说 我大概跟大家说 今天我就是在家 要做这个录影 等等会传到 这个软体给各位 那因为传的过程里面 要有个数字嘛 那我就 稍微就把这个数字弄出来 但是传的时候呢 我就发生 就发现 这个传的速度很慢 那三点的节目呢 这个工作人员也说 来不及 可能会来不及 那我说来不及就重播吧 那还是要传嘛 因为晚上 我这个七点 还有一个节目时段 所以我想说七点 应该也可以播 后来呢 传到一半就断讯了 我就再给他一次 这个所谓的 那个密码 因为这个软体 它会产生密码 密码之后再传 然后传完呢 传到一半又断了 各位又断了 下载没有成功 所以我又再传了一次 三点 如果七点 三点来不及播 我就七点播 那也是要测试一下 那七点呢 我再继续传 可是呢 后面都试了好几次 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画面 就跟大家讲说 就是完全 没有办法 都是断线的 所以 我昨天是用那个手机 手机连 那手机连了之后呢 这个 手机连了之后 它要传到电脑里面 那又有一段时间 那电脑又要传到公司那边 又有一段时间 所以后来我就改个方式 我今天就用电脑的方式 直接录 录完之后呢 看可不可以节省那个 手机传电脑时间 那电脑传到公司看看 会比较快一点 好 这个大概是 昨天节目 重播的原因 那礼拜五是因为 很突然啊 就说我也来不及 准备这些软体 所以就重播 那我相信 各位你看我节目 也重播了四天 那很多朋友 没有打来公司问 打来问问助理 这个王老师 是不是被居隔 那我跟各位讲 现在居隔匡列 范围没有那么大 虽然同公司 但是因为我办公司是 独立的 那独立的情况之下 我自己家里快篩 那快篩目前来讲 都是阴性 所以我身体 狀況上来讲 也没有什么大碍 好 那不去公司的原因 是因为 这个 小孩还小 这个 还不到 还不到一周岁 那 老婆又怀了第二胎 所以 孕妇又加小孩 所以我难免会小心一点 因为孕妇怀孕是蛮麻烦的 所以我就居家办公 那居家办公这几天呢 呃 这个盘啊 不是很理想 尤其昨天那个盘呢 大跌 那盘市呢 很多人担心说 接下来到底该怎么看 好 该怎么看 那我就跟各位讲说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目前我想法大概是这样子 这一波 这一波 这一波的下沙 其实 4月中过后 我跟各位讲过 是在 我的预料当中 因为 5月要升息嘛 所以 4月 我在3月解盘的时候 我在这边跟各位解盘的时候 跟各位讲过 你到了4月中过后 这个盘一定是不好操作的 一定是不好操作的 一定是不好操作的 因为5月份 美国要升息 所以他一定会一段时间反应 好 那 的的确你可以看到 美国呢 他在包尔上个礼拜 好 他就有讲说 这一次呢 可能要 升息 2码 这件事情 那确定要升2码 那升2码 他一定会有些影响 那甚至有 比较鹰派的 他会跟你讲说 要升3码 那有一些 机构 野村也讲了 6月可能也要再升2码 7月也要再升2码 所以不断升息的情况之下 这个 10年期公债殖利率 他又不断的 飙升 毕竟了3% 那这里面看到3% 是有点稍微顿化 所以科技股呢 我认为啦 应该不会那么悲观啦 就是说 只要10年公债殖利率 然后这个地方顿化了 然后也确定升2码了 那电子股的修正 他就会告一个段落 那只是说 这一波 他在下跌过程里面 下跌过程里面 我跟各位讲了 他就是这个样子 一定会受到影响 那影响这一波 目前来讲的话 你看今天礼拜二开盘 反弹也是稍微落势 那落势的情况之下呢 他要撤哪里 就是要撤前波 这个地方的低点 大概是去年10月份的位置 那去年10月份的位置呢 来到了之后呢 差不多啦 我个人认为 差不多 美国也正式宣布 要升息2码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有机会出现 所谓的利空出境 所以个人认为啦 再跌的空间 应该是有限 那目前大盘就在等待 电子到底什么时候 正式的触底反攻 因为电子不攻的话 短线其实 各位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我只是靠这个所谓的 生计防疫概念股 它是没有办法读称 这个指数大局 但是生计防疫或概念股 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变成怎么样 资金的一个避风感 所以在整个 进入到4月中旬过后 我讲的 我逼不得已 我一定要操作 所谓的 生计抗疫概念股 对不对 那这些股票 优胜也好 雅伯也好 这个都 目前来讲 都会员朋友 都平安 都赚钱 那昨天 其实我也带了一档 抗疫概念股给大家 那昨天其实 比较可惜在说 这个节目 是没有办法播出去的 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讲 我们先来继续看 就是说 这个盘 接下来到底到什么时候 它会比较有 像样的反攻 那我 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另外因素 就是说 中国跟台湾疫情 目前在持续的爆发 所以陆陆续续呢 会有一些电子厂 会跟你讲说 有可能会停工 那这个问题 比较大 那停工的情况之下 中国 现在陆陆续续 有一些停工 那台湾呢 目前 合作是有停工的 那后续 会不会继续的 这个 停工 受到一些影响 这个要再观察 所以 中国跟台湾疫情爆发 那很多电子厂 停工的情况之下 各位要注意就是说 电子股可能会有些影响 那 这个影响呢 会到什么时候 我个人认为 到了5月份之后 因为台湾现在是3加1 隔离生是3加1 所以有在缩短 缩短的情况之下 后续对整个电子的这个 厂商的影响来讲 应该比较小 那中国来讲的话 它封锁封锁之后呢 后面一定会解封 所以如果后面解封的话 那原本啊 我们预估 这个是所谓的 五穷六绝七零八落 那五月来讲的话 今年啊 原本我预估 应该是比较 电子股的一个淡季 出货来讲 都会稍微影响 但是如果大陆这样子 因为封锁的关系啊 那四月份的一些订单 它可能会递延到整个五月份 那整个也会连带 影响到台湾的相关的供应链 所以五月份 如果中国大陆正式复工的情况之下 它的这个 营收表现上来看呢 不会太淡 所以五月原本预估很淡 那现在不会很淡 所以这个我认为啊 现在呢 是利空 但是后续来讲的话呢 它可能就会怎么样 它可能就会便利多啊 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后续的一个机会 跟希望在哪里 就在于说 中国疫情解封 这个五月可能会出现 所谓的港工出货 那这个里面 我建议大家还是注意在 这个整个车店这一块 因为目前整个车店是 比较稳的 网通 中国大会是没有机会 但是台湾会有机会 等一下我们也会来谈 那所以五月初 我跟各位说 就是只要确定美国五月份 它是升行两码 包括中国疫情 它也开始解封 持续复光的情况之下 那台北股市呢 个人认为啦 在这里 前波地点这个地方 会形成一个触底反攻 那这一波的反攻呢 那就会谈主要的电子股 但是在此之前呢 在之前没有办法 都是在比较偏向所谓的 这个整个的这个 比较提产比较特殊的股票 所以现阶段的操作呢 我建议大家 我们还是维持一样 就是说你要针对 比较有一些特殊的标的呢 来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那其实 我讲昨天比较可惜喔 可惜在哪里 可惜在于说 昨天其实我有录这个节目 我有用这个平板录了这个节目 那我在里面 其实各位你可以看到 我推建立一档股票 这个我叫它为这个 居隔概念股 但是因为昨天档案 没有办法传出去 我今天能不能传出去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就先录了好不好 那等一下我就传完看 那希望三点的时间 可以赶得到 好好做播出 那如果来不及的话 应该七点应该是没有问题 昨天我跟提醒各位这张股票 那我就把那个图 稍微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呢 就是这样子 各位你来看一下 我昨天盖的就是这张图 就是因为 这个稍微少了一下 这个看一下那个 线上生鲜食品 有没有缺货 结果发现这家公司的产品 目前是缺货的 所以昨天我就注意到这两股票 那昨天其实你有看这个 有台的节目的 你也可以看到 我在上面推荐的就是这两股票 叫做8905的育国 那育国昨天 我们看到K线 昨天育国的股价 它是怎么样 它是跌停版的 跌停版 你看到昨天跟长黑黑棒 那长黑黑棒我敢推荐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说 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 现在 居隔的人会越来越多 那 柯文哲昨天有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大概 预估啦 最严重的情况 有400万人会确诊 那如果400万人会确诊的话 那 其他 跟它有关联的 居隔的人 加一加 今年 我个人预估啦 可能要经历过 居隔的人次 应该会达到一千万次 因为我们假设一个人 他是可以 影响到 匡列到 亲密接住者 我们算五个就好了 那其中如果有2.5个确诊 2.5个没事的话 那其实这五个加起来 你说 有些重叠来算算 那差不多 应该要超过 所谓的 一千万人次 所以一千万人次的情况之下 虽然说这个 居隔的 天数有缩短 就是 居隔三天 第四天开始快三 但是 如果那么多人 都要均一居隔的话 那我相信 你说 这个居 是后面四天 你说要去外面吃饭 干嘛的 其实也不太敢 而且是后面越来越 严重的情况之下的话 中间会有过程 大家都不敢出门 除非就是后面麻痹了 就会敢出门去用餐 那这个 这个过程里面 那对于很多的 这个居家的 这个 需求 就会上来 那去年 去年其实这两个股票 我们看看预估 这两个股票 去年在疫情扩大的情况之下 他其实是标了 八根掌停板 这段是标了八根掌停板 那所以我个人认为 如果说接下来 这个居隔的人士 在继续扩大的情况之下 那其他应该是有机会反应的 因为他目前是越定越高 那昨天急杀下来 是因为 怎么原因你知道吗 因为昨天很多的防身 防疫概念 很多杀毁板 那因为昨天确诊人数 只有5108例 我用指友是因为 礼拜天 它是5092例 所以礼拜一好像增加幅度不大 大家以为顿化了 但是我觉得 不会那么快就停下来了 数字不会停在5000这个地方 因为以目前 各县市首长的说法来看的话 很快的可能会到1万 甚至每天到4万5千人 那柯问哲比较 更悲观一点 他是认为说 会5万人100天 这个也是蛮可怕的 所以后续来讲的话 应该会持续的 这个居个人来讲的话 是会越来越多 所以 昨天我在解这两个股票的时候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子 我认为他 有机会会涨 所以昨天大跌 有没有 我也请大家 或访问朋友 你们要多注意 也不用太担心 这个你看 今天股价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他就是强攻上来了 强攻上来了 所以生技防疫概念股来看 今天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像 4133的亚诺法 这个 4736的泰伯 这些都全部回檔 回檔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回檔 已经涨那么多了 所以他 回檔是正常的 那 另外有一档 你可以发现 一样也是所谓的 快塞题材 你会发现他今天是涨停板 为什么 因为 很简单嘛 他旗下公司有做快塞 那为什么 那么多快塞 今天大跌 他反而是可以涨停 就是因为 他还没涨到 所以 讲来讲去 其实这个盘 各位你要了解到 还是脱离表演的关系 就是一定要看什么 看所谓的位阶机器 有题材 一样题材 位阶机器比较低的 他自然而然 比较有机会 那如果说 获利也差不多的 股价比较低的 他当然也有机会 所以 昨天我在跟各位讲 遇国的时候呢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这个概念 好 那 接下来我个人认为 既然我认为5月初 这个资金会慢慢回到 所谓的 电子的话 那对于后续呢 有一些电子股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先注意这个题材 车电大是 长线的一个需求 但是另外一个题材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在于说 所谓的这个 美国 网路 匡频 大建设的部分 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来讲的话呢 接下来是有机会的 因为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之前 美国一直在讲说 要650亿美元 要做网路基础建设 这个一直喊 一直喊 那钱也没有拨下来 但是最近 你来看就是说 这个钱呢 他自己怎么样 已经正式的 正式的拨下来 正式拨下来 正式拨下来 那钱正式拨下来之后呢 那很多的网通概念股 他就会比较有 有所谓的机会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今天这个盘面上 比如说像5388的中壘 中壘 中壘今天走势就很强 中壘今天走势就很强 这就是因为 因为为什么 美国的网路基础建设开始了 那中壘其实在美国的这个营收占比 超过五成 那你可以发现 其实昨天很多股票都是跌的 但是 你这种比较有提材的 这整个需求上来讲 是真的有的情况之下 他股价就很容易怎么样 再反攻上来 所以 你要去注意这样子的个股 今天其实不只有他而已 比如说像3596的智翼 这股价呢 也表现的 比其他个股来的稍微强势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你要去注意 这个股价会比较低档的 比如说像这个 3704的合琴控 合琴控它其实 美国的营收占比也有 大概23% 那其他更大的营收占比 是在所谓的欧洲 那各位你要知道 其实现在不只是 美国要做网路基础建设 欧盟也要做网路基础建设 欧盟在2025年的时候 他宣布 这个宽屏的网数 家庭的宽屏网数 要提升到多少 提升到所谓的 100Mate以上 那100Mate 他也要投入大概1兆台币 所以 欧洲的1兆台币 加美国的1.8兆台币 那谁是有机会可以 两边都吃得到 那就是这家公司 所以如果说 接下来你看到 比如说像538的中壘 再继续走高 3596的置疑再继续走高 那相关网通概念股呢 比较低档的 这是可以留意的 另外1兆呢 这个我们之前也做过 也做过 那你是我会员都有赚钱啊 那观众的话 我就不敢保证 因为我的讯息 你没有办法盘中 即时拿到的话 其实面对 如果盘好的话 应该是没有差 但是面对到今天这种 这种就是说 波动比较大的 大涨大跌的盘的话 那很多观众朋友 你如果没有我的讯息的话 你是比较危险的 我只能这样子讲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说 在盘不好的时候 尽量要拿到我的讯息 盘好你看节目 做股票赚钱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但是盘不好的时候 我也不想伤害到大家 那盘不好的时候 我习惯就是 不太想要推股票 我大概就把旁边的一些架构 跟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跟大家聊一聊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说航运类股有没有机会 各位我们再看一下 航运股的部分 就是说其实现阶段呢 来讲的话 呃 这个 以目前整个中国呢 因为 封城的关系 它的出口的确有些影响 那现在 慢慢有一些订单 转到哪里去了 转到东南亚 所以如果照这个局势来看的话 我个人认为 在整个 海运的部分 其中这家公司呢 应该是比较有机会 因为你可以发现 因为之前哦 这个旺海在涨的时候 这段在涨的时候 它在涨什么 涨所谓的东南亚航运的报价上涨 对不对 那现在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 这整个 呃 东南亚的运货需求又出来的话 因为中国疯了嘛 运货需求又出来的情况之下 货贵三雄里面 哪一家公司 它在东南亚线的布局是比较深的 那我觉得它应该机会就会比较大 那我相信我今天跟各位讲这个东西 你可能会觉得很突兀啊 但是我觉得 慢慢应该会有 有点发酵的一个机会 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万海它的2021年上半年营收比重里面 大概亚洲线的部分 大概占了多少 大概占了40% 亚洲线占了40% 所以 以目前整个货贵三雄来看的话 亚洲线它的布局是比较深的 所以 如果回到刚刚所讲的 东南亚的替代的需求出现的话 那是不是万海在接下来的营收表现里面 会稍微比较好一点 这个方向 大家其实是可以去做思考的 是可以做思考的 不好意思 这个听到我小孩的哭声 因为没有办法 在家里面办公就是这样子 那我也是第一次尝试 那 希望大家还可以接受 那先阶段这个盘 我个人认为就是这样子 我给大家一些简短的一个中固 就是说 目前在5月初之前 这个追加意愿呢 它是比较低落的 所以 我在节目上 我尽量少去 去盖牌 或是推荐什么股票 我尽量以这个未来 可能会发生一些蓝图架构 跟各位讲 那时间点到的时候 比如说我刚刚讲万凯 我刚刚讲和亲共 这个时间点 十几点到的时候 我会用推牌的方式 盖牌的方式 就代表我要推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因为盘不稳 我们先暂停去做 推荐股票的动作 那会员的部分 你们请放心 因为你是会员的话 讯息我一样会操作 但是我们操作上来讲的话 都是以 现阶段都是以这个 短线的价差为主 那因为如果是以短线价差为主 我在节目上推股票 那观众朋友你们可能会跟不上 那跟不上的话 情况之下 变成说我会员可能卖掉了 那你可能还在里面 那就变成套牢 所以这个也不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 在这个阶段 在推股票的原因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要等到就是说 5月初确定 确定落底之后呢 我会开始重新的推荐股票 这个就大概是我现阶段 我对盘式的规划 以及我对盘式的一个看法 那我也希望观众朋友 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阶段啊 先不要乱去追逐什么股票 先冷一冷 5月初如果确定升两码 再加上中国开始复工的情况之下 那个盘会稍微比较好操作 切记今年的一个操作方式 就是说有行情的时间很短 那你要把握那个机会 大部分的时间呢 都比较偏向盘整 因为今年的时空背景 跟之前不太一样 所以现阶段呢各位 面对这个股票市场 我建议大家就是说 你现阶段有持股问题的 你可以打掉进来 我会免费来帮你做一个 咨询的动作好不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好不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明天头一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 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02 8511 3366 02 8511 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 与热忱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鼎页头顾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您掌握 顶页头顾02 8511 3366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02 8511 3366 02 8511 3366 02 8511 3366 相信从鼎页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台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鼎页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 8511 3366 8511 3366 底页投股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头万叙 当机会千载难逢 昨日启用1000元体验轰店了一个月 就送轰动时掌操盘秘籍及上课券 千言万语这次只要1000元 请播02 2365 3255 今天来到这古色古香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成效 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肝染灯隔热 大家一起来清除自身员 盘栽底盘 宠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着 屋后沟 屋底排水槽 每周清理不阻塞 拆原除水桶要加盖 不使用的桶子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瓶瓶罐罐要倒干净再回收 预防灯隔热清除自身员 大家一起来 Action 生日后 明日中 热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